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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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鄭鴻怡 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 小英总统这个出去拼外交 那么本来大家也觉得很辛苦 也有一些成绩 想不到被这一次的烟的事情 搞得灰头土脸 到底这个案子是牵涉的成绩有多高 是不是一个共犯结构 谁应该出来负责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 那么小英总统这个事情 对他选情有没有影响 有没有伤害 小英的处理到底好吗 今天也要来讨论 除此之外 所以今天苏贞昌院长再度出来指责韩国瑜 没有灰力没有什么 台南喝水也喝一个地方 屏東也15个地方 高雄200多个地方 不必是要灰什么人 如果要爱情都没有照程序来 那韩国瑜也有回嘴 那韩国瑜也有回嘴 说苏贞昌啊 这个好像是独眼龙一样 只盯着他而已 那么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讨论 不过韩国瑜的龙社确定是违建 未来是一定要拆的 所以得趁马 那么郭台铭啊 现在全代会似乎不回来 可是谢金河说 以他的了解 他不相信郭台铭 在2020会没有角色 那接续会怎么发展 另外是消失了20小时 韩国瑜说 我是不想讲 我是去看我妈妈 那么到底大家的看法如何 今天我们要来追踪 我们邀请到的来宾 赶快来介绍 第一位是资深的媒体人 王瑞德 黄英好 大家好 另外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王定宇 王委员 黄英大哥 大家好 资深的媒体人黄创夏 黄英好 大家好 以及国民党新北市的 市议员叶元芝 黄英哥好 大家好 以及前国安局的上校 李天夺 李上校 黄英好 大家好 那么另外 台湾苏南大学政研所的教授 范世平华老师马上到 那首先我们要来看 黄国昌是这一次 这个揭发 这个弊案的这个立委 来我们来看VCR 我没有办法想象 我们国安局的官员 竟然会利用 陪同总统出访的时候 陪同总统出访的时候 像华航采购了这么高的数量的项目 那同时利用 今天领域通关的机会 要夹带出警 这件事情最起码 有四个单位 必须要给全体国人一个清楚的交代 第一个国安局同局长 说清楚 这是第一次吗 参与的人 只有吴宗宪个人吗 他个人有办法这样指手这些 第二个 负责 督导指挥国安局的国安会秘书长 李大为先生 请国安会 出来跟大家说清楚 你们到底是怎么督导的 你们到底是怎么筛选 陪同总统出访的人 第三个 中华航空公司的董事长 请站出来告诉全体国人 中华航空公司 哪些高层参与这件事情 哪些人知情 谁下令 华航到目前为止满口谎言 这是他们发的新闻 他说 这个是透过正常程序购买免税品 然后让这些登机的领客上网去买 昨天华航一讲了这样子的话 所有的烟酒商 空服员 发了一堆讯息给我 胡说八道 哪一个乘客 你们出国预定免税商品的时候 可以买到链的 等到华航高层发现 被严重打脸了以后 我说没有没有没有 他改了另外一个说法 协助专机旅客 代为预购 这个就有趣了 如何协助 按照规定 这批货 是要上飞机的 那大家昨天都有看到那些货的数量 也可以理解 根本不可能上飞机 那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 对于7月11号 我根本没有上飞机这件事情 华航从头到尾 没有向巡旗客 申请 也就是官务署的巡旗客 从来不知道 这个东西没有上飞机 请问一下华航公司 这是你们的标准作业流程吗 超过五条 要减负烟酒进口业许可执照 要减负烟酒进口业的许可执照 他们在跟华航定这些东西的时候 有烟酒进口业的许可执照吗 当然没有 五路中线市调区的人 他怎么会有烟酒 进口业许可执照 昨天第一波是什么 国安局人事内斗 然后第二波变成华航高层内斗 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吹哨子 既不是国安局内斗 也不是华航内斗 一个非常单纯 就是看得下去这样乱搞的 把整件事情掀开了 好 那么今天这个少校吴中线被约谈 那据说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第三次了 他被申请羁押 我们再来看一看 深夜被调查局人员带进台北地检署 面对媒体提问 始终没有走口 这名穿着深色外套的男子 就是夹带9200条香烟的国安局少校吴宗献 经过建方漏夜侦询 23号遭羁押禁 而除了他以外 还有一名官员张恒佳 刻意撇过脸闪避镜头 法官认为他们两个 以公用运输工具 装载违禁物品或漏税物品 依法可处10年以上到无期徒刑 设犯贪污重罪 而且有勾串灭证之余 羁押警戒 根据了解吴宗献之前 在和平警卫市任职 负责物对疫情物 吴宗献在和平警卫市时 就是担任总务负责采购 所以同家银行的信用卡 才有办法刷大笔金额 检调也查阅他的账户 11号出访前 依次有多笔巨款汇入 也有消息透露 他其实根本不抽烟 很有可能就是人头 负责收钱下订单 吴宗献面对检调侦讯 也坦承并非首次夹带 但怕以后没机会 才会大量购买 我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 今天我想要问你 是否愿意让我照顾你费 吴宗献脸书上 满满都是和太太的甜蜜纪念 也有不少出国旅游的照片 祸头握手 都和公务厨房有关联 像在去年8月 总统厨房拔拉圭 也有一张单据流出 买的都是香烟 夹带3400条 这一回同样是厨房 夹带多达9200条香烟 除了两名官员遭收押 吴宗献还交出50人团购名单 还有8人以20万元交保 检方还会扩大追查 宴品流响及涉案人等 夹带风波越演越烈 那么今天李上校在这边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第一个 我原来在经过行人在压的时候 是特勤中心的医员 负责训练他们 然后后来我也跑外勤 所以基本上 看着这一个单位这样一路走来 从来没有想到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而且胆大妄为到这样的地步 可是我要说的是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以后还会不会发生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第一个 大家都把所有的矛头指向国安局 我必须说这是错的 因为吴宗宪是属于总统府市卫市 总统府市卫市下面有永和警卫市 永和警卫市是负责小英总统所有的内卫 跟出秦的这些任务 那市卫市又比他高一点 市卫市的头是谁 那我们去看 这一阵子以来 所有总统身边发生的问题 都发生在世卫市 那世卫市 不要负责任吗 不要负责任 世卫长已经调职了 不是 世卫长是调职 为什么要调职 这个世卫长 这一阵子以来 所有发生事情发生在世卫市 为什么会发生在世卫市 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生过 以前对于世卫长的职责 在利林场所 在所有的任何特勤场所 规定的清清楚楚 可是现在整个制度被摧毁掉 世卫市的人不接受特勤中心的督考训练 我们以前每隔多少时间要回去训练 跑步打靶测验 那都是因为世卫长而没有做这些 那你整个体系已经完了 特勤中心指挥不到这些人 只不过说吴宗献当初是特勤中心出来的 今天这些责任要国安局去 很难 这个你看圈说有多广 我觉得至少在世卫市里面的人都跑不了 因为他调到世卫市两年半 两年半到他的长官是谁 他难道会不知道吗 一个少校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做得条条文文 那么小英大家也知道他上任以后七次出访 七次出访他从哪一次开始跟 那么他是行政官 没有错 行政官负责行李负责礼品负责所有这些事情 所以他知道中间的敲门 那他一个上校他可以刷五张卡 一个少校六百多万 不可思议 不可能 不可能 那幕后是谁 为什么不查清楚 因为他信用卡刷了无比 对不对 那么最高是刷两百九十二万 说实际上我们没有那些败赌 来来 王伟 有很多错误的信息去做判断的话 可能会错误 我先讲信用卡的事情 信用卡是承办的 他采取的方式就是 要买的人钱要汇进来 放到他的账户之后 这个在问信用卡公司知道 他可以专案刷掉 所以我的额度可能就十万二十万 是一般卡 但是我如果把钱存进去的话 就可以特刷 他无比是因为分五次追加 甚至于后面那六百条 也是追加两百条 再追加四百条 所以他是分多次追加 但追加之前 要买这些淹的人 单位钱要先进来 他无中线或者承办的人 他把钱放进账户 然后拿卡去刷 所以我今天下午查证一下 卡确定是承办的 那个卡不是什么黑卡 很特别的卡 而是有点像金融卡的概念就是 我把钱放进去 我才能把它刷掉了 我觉得这个案子 他就是很简单 错了就是要严办 错了就错了 要把这长久以来的漏洞 把它堵下来 所以目前的处置 不管是局长下台 或者市委长下台 这个是要负起 你督导行政的责任 第二个 严办到目前 这两个承办的 现在是收押境界 有八个是交保后传 但是我必须要补一句话 就是严办不能只办吴宗宪 他有点像 最菜的 就是轮到他 去收集 然后大家团购的名单 钱汇进来 他是承办 但钱不是他的 买的量也不都是他的 所以不能只办到他为止 否则那不叫严办 那第三个 总统也发现 这个漏洞 如果是小英任内才发生 像刚才天躲兄讲的 那当然小英任内要处理 但这个洞 长久以来都有 所以他今天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就是未来的随行人员 所有的通过 所有的礼遇待遇 通通取消 也就是说 你把礼遇当作牟利的工具 或者把礼遇当作随便的工具 你就没有资格享受 人家对元首及随行人员的礼遇 那以前是连记者随行 他都有一些 一些礼遇的做法 他在随行人员礼遇都不再享有 所以以后这个洞 不可能再发生了 那第四个部分是 这个案子是由黄国昌 去新北市调查站举发 调查站回报局本部之后 我们发现办到目前为止 调查局第一个没有吃案 第二个案子没有跑到国安局 国安局是他的督导单位 然后他还请了关税署的人协助 不管是跟监最后堵住 把这个东西查扣 所以调查局在这件事情上的查案态度 我觉得是要给他肯定 那我要讲一些讯息 比较错误的部分 比如说这个陋席 我们还会问了一下 从大安警卫室开始 已知的 也许更早都有 那个创夏兄就知道 我们目前已知 大安警卫室是 李登辉总统 从大安警卫室开始 大安是他的代号 就有这样的情形 甚至于九安专案 九安专案是 这个马云九的任内 九安专案其中有一次 还买了四千多条 也就是说 这个情形不是单一任内 他从以前到现在 国安人员或者情报圈 把这个当作应该有的 但他确实是违法 第二个 在这整个事情 我们目前看到 他的那个刷考 刚才讲的 我就想怎么可能 一个少校 有本事刷五百万的卡 我后来才发现是 钱进来放进去 所以钱进来的名单 订购名单 检察官都有了 一定会有吗 检察官都有了啦 起诉的时候 那个一定是 附入一附入二 通通都有 也就是说 谁定了几条 清清楚楚 因为那个钱 都要先汇进来 而且因为长久以来 这几十年来 都当作是 好像是应该的漏袭 把礼遇当作 方便当随便 所以事前不晓得插水 那些东西都有留下来 所以留下来之后 现在检察官 收押今天这两个人 不能到他为止 但是收押今天 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他不能出去 跟那些定的人串购 这些定的人我想 也许明天早上 有下订单的各单位的人 一个一个都会约谈到案 王委員 我请教你 你觉得有多少人涉案 九千两百条 后来要回来之前 又追了两百条 追了四百条 这个很多人说 这个什么专机在下 没有啦 这个六百条 是在桃园地面上处理的 后来追加的 后来追加的 是不是有人要送礼的 不晓得 但是整个九千八百条 如果是以人或单位来讲 你那最起码会有一百个 一百个单位以上 一百个耶 超过一百个耶 那这里面有个法律的观 就是说超过一百个人 然后国安局 最高层不知道 有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差别 比如说创下说 来我买个五条 他要自用的 你就是逃漏税 怎么样子 但是如果这里面跑出来是 你要卖掉的 烟酒商 或者转售牟利 那个罪就很重 很重很重 他入罪 所以我觉得检察官 除了去了解这个过程以外 那长年以来的漏税 如果这都违法的话 在追溯期间当中都要办 那除了这以外 要确认就是 我代购的 如果一般我们出国旅行 同事都说 你给我买一个美国的 什么扇担 那个是买回来自用的 跟如果有商业行为 有商业行为 也不会这个少校办的 到底是谁找了这个管道去买的 这个要查清楚 有还是没有 是牟利 还是揪团 差别非常大 那这个是今天联合晚报 总统府出来说 历任总统都未注意到这个漏税 也就是说 大家以前都这样 这是他们没法典 我这次刚才拼 来 再请教一下天罗兄 是这样吗 所谓的历任总统 就像 就像伟雁刚刚讲的 如果说满疫酒任内 发生这种事情 四千多条 四千多条 追出来 追出来 照办 因为拿我们来讲 我以前管的是海外业务 我们出国或者做什么 譬如说 到中南美洲去 他说这个国家咖啡很好 买一个十几二十包 回来送送礼 到巴拿马 巴拿马山 买回来送送礼 有 即便总统出访 也有这样的事情 可是到八九千八百条 是绝无仅有 而九千八百条 能够处理的 那么流畅 那么绝对不是第一次 那第三个 就是说 定于刚刚讲 说有一百多人 我不认为 会有到那么多人 因为 他的范围 局限在 局限在总统府 世卫室 跟国安会之间 那么 他要是一百多人 那一定牵涉到 特警中心 你把特警中心 任何一个人找出来 谁敢去托他 而且在做这些专案的时候 他是行政官 行政官当刚好就负责 把总统所有的礼品 打包好 然后总统到外面 所以他九千两百 两百条下的单 在圣路西亚的时候 后面写的是PR PR就是说 总统的公关 谁能查 这样子一个流程 那要有哪些人配合 你都要负责任 但是我始终认为 就是说 一个少校 敢是不至于 大到这个地步 九千八百条 九千八百条 是 这个变成国际新闻了 是 那个创效呢 九千八百条呢 如果我们算一下的话 对不对 一个人一天抽一包 要两百六十八年 才抽得完 如果一个人一天抽半包 要五百三十六年 所以你是估算 一百多个人 是合理的 因为一两个人 他就抽是抽不完的 卖你要卖到这么多 那也很难 所以就是有一个肉席 然后行资多年 所以你也认为这是肉席 这是一个肉席吗 因为今天呢 其实呢 就有媒体呢 又去找那个华航内部的爆料人士 他都调出来了 华航过去五年 帮忙买的 因为华航呢 其实我也会碰到 有一个跟小英总统 一起回来的记者 确确实实 他们就有一个呢 就是免税购物的服务 因为你是专机嘛 你是服务嘛 就帮你服务嘛 然后这个服务的肉席 久了以后呢 就把肉席呢 方便变成随便 这个专机的 跟刚才天斗兄讲 住外的那个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所以呢 你看在五年里面 他查到已经有九次了 从小 马英九总统开始 先是三百条 再一千八百条 三千条 三千六百七十七条 后面讲的九九专案 将近四千条 然后呢 他在这个习惯 然后呢 大家会看一个新的总统上来 新的国安会 其实总统是管不了这些事的 因为打包行李 或这些东西 总统哪会去看到这个东西 然后小英总统刚刚来的时候 收敛一点 观察一下 新的国安组织 新的国安的领导人 会怎么看 所以是三百四十二 然后两千 两百四十二 两千四百七十四 四千九百九十二 然后这次的九千八 所以你就从这个来讲 就是说 这是一个习惯 因为这习惯就是说 我们常常出去的时候呢 有一些 大家就想要帮忙带一点嘛 跑当班的一个肉席 其实这已经是行之多年的 那以前呢 李登辉总统的时候 其实我们那时候跟着去团 也有会帮忙买一下 对不对 有一些那个外交官的人员 会帮忙就带一点点嘛 所以你的意思是 事情没那么严重吗 它是一个肉席 所以需要把它处理掉 要把它处理掉 是对的 因为空场的时候 就是进出关的时候 其实你也看到说 最近抓到巴西总统那边 也有人带毒嘛 三十九公斤 那个太离谱了 太离谱了 国际总统了 有很多这种的就是免税商品啊 或是以前的金国先生的时代 那个时候开始有经贸人员 我们有敦贸物件 对不对 其实很多这种委托行 他们的商品 也是这样子带进来的 然后带进来之后 就是一个肉席 可是这个肉席就是 本来是给外交人员一个礼遇 通关 尤其是负责任的总统啊 部长啊 院长 但是又慢慢的就是 下面很多人呢 我帮你打包 我帮你弄 然后就多带一点 比如说像很多人喜欢 美国或欧洲的保健药品 那一个人是36贯嘛 那其他的人就说 没关系 我帮你多带一点 我帮你多带一点 所以我是觉得这样一个肉席 利用这次机会 好好改革 也是对的 那当然这件事情 基本上呢 就是整个国安体系 里面大家就是 总统在拼外交的时候 一堆人在下面拼外块 你看观感是很不好的 然后这件事情 总统拼外交 下面的人拼外块 特勤拼外块 那你说他们这个是一个人 或是怎么样 坦白讲你拿了9800条 你要专到一个店 一个点去卖 也很难 所以就很多人 可能拿来 有的当公关烟 有的当送人的 那有的人呢 就是可能他自己就是 我反正呢 一条烟可以省个四五百块 那很多时候 我们有时候 也就是有些人出国 他不抽烟的 请他帮我们带一些 免税烟或什么 这也是民间的嘛 那出去卖的时候 便宜个一两百 大家也觉得赚 这是好够 现在有病呢 如果没有后面 处房的时候 就变两万条 如果下次出访 带个毒品 不是更好带吗 不敢 那连这种 9800他都敢 我不认为说 他今天带这个 完全是公关 因为槟榔摊的那种大小 他从你看看 从三百多到两千多 到四千多到九千八 到四千多的时候 马英九日内就四千多了呢 已经尝到甜头了 对对就是没有 已经尝到甜头 这个社会服务 就一个肉席 都是两倍的利润嘛 对这些国安局 或特勤中心的人员 他敢不敢去弄到毒品 我还是跟着证据出手 没有发生过 我不讲 那这一次 到底有没有去牟利 因为这个一牟利的话 就是十年到死刑 他入罪了嘛 我觉得等证据出来 我没法去断定 因为他们的习惯是 这一趟就出去了 来 范老师你要几条 就这样问 那问的话 钱要进来 所以那个因为有钱汇进来 又加上这些人 以往都觉得这个没有关系 你看在马英九时期 每一任总统都一样 我也不认为 马英九知道这个事情 这个去讲马英九 讲他也没意思 总统是不会知道 但是啊 包括行政院长 外交部长都不知道 新的总统上任 国安局长是不是知道 不 还不一定 他不是这个学校 但是下面的人 有没有这种漏袭 就是说 一个新的总统上任的时候 他就会收敛买少一点 然后发现 还是一样不知道 就越买越多越买越多 再发现一个总统 他又买少一点 越买越多 这是一个漏袭 而且他们也知道 自己在做一件错的事情 或者干嘛买少一点 所以这一次 要看看 我觉得是好事 把这个洞堵起来 以后 通通都没有通关礼遇 但是在这个案子里面 比如说吴仲倩现在收押禁件 是因为他手上掌握名单 还有汇款记录 应该收押禁件 但是如果就认定他贪赌 一个年轻的少校 这样就可能要付出 无期徒刑到死刑的 我觉得还是最后 我们还跟着社局走 有这么重吗 如果他有死刑 他是军人 这十个全部都现役军人 我们军法没有废 还是适用陆海空军刑法 只是说是用检察官在办 不是用军检 你如果用陆海空军刑法 涉及贪赌的话 你看那个最多重 所以我就说 这个肉席 我感觉他好像在团购 整额大加 他一定以为这样子 然后团购他自己也没钱 来来钱都进来 我就去算 在办的人 以前看学长这样干 学长的学长这样干 多年这样干 他就不觉得什么事情 可是现在被收押禁件的时候 他到底是不是贪赌 他有没有自己多买了一千条 去卖给槟榔摊什么 看证据来办事 但是这个事情确实 我都相信 因为现在是知道到李登辉时代 李登辉时代之前总统有没有 我相信应该多少也有 李登辉之前蒋经国从来没出过国 就之前的 那时候部长 那些没有礼遇通过 那时候夹带的东西 有有有有 那时候夹带的东西不见得是烟 不知道你夹带什么 你看那个谁 那个韩国那个专家讲的 余国王时候 我到现在还可能不懂 为什么要夹带香蕉 就是夹带香蕉 日韩香蕉很贵 差价三倍 我们出国的时候这样用香蕉过去 他说余国王时候 那余国王知不知道 余国王一定不知道 我们不能说这是余国王 下面夹带香蕉跑去 就赚外快 余国王在拼外交拼经济 下面在拼外快 那余国王是多久以前的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 那时候创下是老记者 他们看过的事情比我多 我只能就我现在看到书面资料 是大恩协会使用的 你明明知道的 是是 来 范老师 香蕉有赏未期 香蕉六个月就会超扑 过期了 对 所以如果以9800条 要六个月抽完 每个月要抽1633条 1633条 我们举一个月抽一条好了 可以给272个人抽 272个人抽 有时候一个月抽一条 当然有人烟瘾大 可能抽两条 但是这个东西就变成说 他是不是只是说 我送给亲朋好友 难道是国安局每次要出访 总统要出访前就在贴在公布栏 谁要买香烟 赶快去跟我们 这个王吴宗宪少校登记 大家预购重述 是这样吗 应该是趁着总统要出访 那就是说整个国安会到国安局的所有人都知道了吗 没有到国安局 斯威斯 不可能 不可能有这么多人 270几个人 我觉得这个量 那不然就是小圈子 如果是小圈子 非常小圈子 那每个人的各单数就很高了 单数很高 我相信他是转卖的 对 这就单数就很高了 因为不可能 我刚刚讲的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在公布栏将登记 不可能 就那几个小圈子的人都知道 那如果是小圈子的人 那每个人的平均就会量就很多 可能一个人可能就是十条 或者更多 那这个东西当然就会比较麻烦 对 所以我觉得当然现在掌握的证据 那就照证据来走 不过就是说 这件事情我是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 因为蔡英文是7月11号出国 对 那黄国昌委员就去跟调查局 新北市调查处就去报案了 对 那但调查局他是有两个职责 一个是犯罪真访 这是算司法警察的 第二个他也负责情报工作 对 所以当然从犯罪来讲 这个东西不能让总统知道 因为总统不能够介入犯罪个案 但是这个东西有没有侵涉到国家安全 当然有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当事人 这个吴宗宪 就是负责这个整个的总统的活动 他有没有随机 他没有随机 他有没有登机 他有登机 他有登机 我试问一下 如果吴宗宪今天在飞机上 或者他落地了 在美国 同事告诉你 哇 出包了 怎么办 吴宗宪可能就落跑了 叛逃了 因为他觉得说 我回来我可能要被法办 因为他刚刚讲 可能会死刑 可能会死刑 甚至 我的退伍 什么退休本 我全没了 我这辈子完蛋了 我可能就跳机了 这会形成一个国际事件 中华民国的国家安全局的官员 跳机 寻求政治庇护 这是多严重的事情 对 然后第二个 他可能一了百了 我甚至加持总统 有没有可能 你们谁敢办我 这是引发多大的危机 可是为什么总统竟然 我感觉总统不知道这个事情 至少总统回到 总统不知道吧 不知道 不会知道了 不会知道了 不跟你在意 叶逸史公调查局 在查的时候 要跟总统报告吗 至少要 因为他下面没有一个黄世民 我觉得是不是要 我觉得不是针对犯罪的内容 而是说 你分析上有一位 这样的一个 跟这个案子 有密切关系的人 要提高总统的危害 已经变成极端的危险了 对 你要提高总统危害 他今天如果说 我甚至更极端 我今天 我这辈子没 我这辈子没忘了 我这辈子完蛋了 我甚至被长官出卖了 我甚至引爆炸弹 有没有可能 这个很危险的事情 那为什么这个东西 我就搞不清楚了 那是假局 有残暴到国安局 国安局没上报 还是就把这个事情 就当作 有人压住 这个东西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 我强调这点 是基于总统的安全 小英总统对这个事情 是非常的愤怒 非常的生气 那么他马上做了 断然的处置 我们再来看不需要 就在总统出国拼外交 抵达桃园机场前 国安局长洪胜竹 跟桃园市长郑文燦 站在迎宾门 笑谈这次出访任务 圆满成功 这就是踏实外交 互惠辅助 总统裁港肯定 出访人员辛苦 却在几个小时后 彭胜竹随即请辞下台 因为随总统出访的 国安人员吴宗献 爆发夹带高达 9200条香烟意图闯关 总统文讯震怒 晚间顾不得出访疲累 没休息 直接在脸书发文 强调这次大量香烟 属于国内采购发货 与出访任务无关 并要求国安局演家查办 同时透过LINE官方账号推播 而国安局长洪胜竹 请辞获准 同时市委长张杰调离限职 隔天总统更下令 未来访团随员 回国行李通关 除了涉及国安机密室以外 台湾都要比照 一般旅客规定进行查验 并且要求落实执行 看得出总统 格外重视这事件 就连格魁苏贞昌 也忍不住说重话 制度面作业面 该检讨 该防止 该救者都要做 官员做出不法情事 这方面理当言查言办 总统府市委长张杰中将 2017年晋升 总统还亲自勉励张杰 表现获得总统府高度信任 这次总统出访行程 张杰担任安危最高指挥官 而彭胜族则是安危统筹 却忽略谁行的行政参谋吴宗憲 意图夹带大量香烟 引爆丑闻 两人双双丢官 张杰原定八月高升 八云团指挥官 也取消总统府火速直线 严禁过去肉席 不让夹带香烟争议 抹杀这次外交突破 与辛苦的出访成果 总统府今天出来说 这是肉席 在阿扁时代 在李登辉时代 在这个马英九时代 其实都这样 只不过越运越多 那么所以过去 它好像变成一种 这个私底下的惯例 来我们再来看微信 满满桌上纪念品 既是洋酒 威士忌 又是咖啡豆 还有精油 这是2013年 马英九时期 海军敦目舰队给各级展官 还有立法院立委的伴手礼 当时立法院热烈讨论 因为光是立委 再加上长官人数 洋酒至少得带超过500瓶 而且全部进军港海关 无从查起 就连总统还要测试专机 也因为专案因素 容易被夹带闯关漏洞 最多我听讲的就是说 譬如说到中南美洲 哪些国家 这国家咖啡特别好 多采购一点回来 因为专机毕竟 没有其他的东西 专机专案省了曝光程序 行李归 夹带回国 更没有人发现 还有资深退役特型爆料 打筹马政府时期 最后一次久安专案 马英九最后一次出访 国安人员却已经在背后 下定4000条香烟 比较同行 其他媒体人员 必须跟空姐订购 另外网页也有专属订购方式 下定后会给一组代码 每人数量都有限制 但是国安人员 可以直接走后台 向航空公司高层下订单 数量无设限 那PR的公关 是总统在国外买回来 要公关用的谁敢查 不仅回台夹带 还有私通机长走私 最少媒体人朱立希更现命心 1988年还有五官 利用前行动员 特使专机走私大批香蕉到南韩 这下飞机夹带了几十箱的香蕉 所以这次那个香烟没有出镜 只在仓库里面 跟上一次香蕉已经运上飞机了 到韩国被查扣 这真的是如果爆成新闻的话 这真的是国际大丑闻 这次的事情就是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利用特使专机走私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却查点研特使团 行李都被扣留 靠特权走后门夹内闯关陋席 国安人员疾病难改 就担心这还只是冰三一角 来 看这个 看这个 来 这就是我算成的这十八箱 这里十八箱 总共几箱 198箱 它体积大 重量是2.5吨 198箱 也就是说这样的 有11个这样的香烟 所以它可能是大概两堆 两堆要一辆货车 但是那个货车 据说是从外面叫进来的 天罗兄 他们可以跟着总统车队 行政官负责这些事情 只要跟他讲某某专案 然后有几部车 车号给他 到冰地平旁边就行了 对 没有讲得像这样子 天花的 我们我们干特性干准就 你说他讲的天花的喔 天花的一样 我真的不知道 这些想象力太丰富了 难道总统不应该知道吗 不会 不会到总统 什么的事情嘛 这种事情调查局办 不错 就这样办嘛 这种事情牵涉到维安 如果我已经知道调查局在办我 我未来就是死刑 所以调查局没有泄密 调查局没有施案没有泄密 但是不要去这样想 想成这个样子 我真的就听了什么天书一样子 真的觉得天书一样 实际的事情 划散 划散空厨 为什么会放在划散空 划散空厨是做什么的 做什么 飞机上吃东西的 食品啊 他有一个专案会议 黄航的专案会议 整个的人都在里面过去了 这里面黄航牵涉到问题 是一定有的 那么到底谁下的命令 谁去做的 都查得出来 至于这个人的经流 这些电话通点 一查就清楚了 搞成那么复杂 瑞德呢 瑞德怎么看 事实上 9700 7800条的这个烟 9800条的烟 那么其中200条 600条 这个你可以说 可能是公关烟 或者是说 有其他的单位 大家来买 那顺便加入这个订单 这个钱就未必 有这个汇进去 不过 个人并不认为 这只是单纯 因为做公关 所以大家 就各单位 大家凑一凑 你这个单位要多少格 要多少格 然后他凑一凑以后 来买这个 多达9200多条的烟 为什么呢 因为量太大 一开始一定是为了贪小便宜 而这个贪小便宜呢 便宜形势 后来发现 一开始几百条 后来几千条 你看马云九时代 说有人说四千条 后来到了后来 因为家 因为没有人会发现 我只要用总统的相关礼品 你刚刚没有发现 上面打一个什么 VVIP 所以不会有人动 不会有人起疑的 那么又有什么关系呢 各位你们知不知道 我们现在的烟捐跟烟税很高 所以呢 其实在台湾 至少有几十家以上的店 能要熟门熟路的人 才知道怎么买 不是去跟这个所谓你说 冰糖摊那些啊 冰糖摊没有那个 他们包括这些买这个相关烟的人 没有烟捐烟税的人 他不会去跟直接卖给这个冰糖摊的 这种店呢 他可以大量的收 你们要发现 里面的烟各式各样都有 也就是说 他有不同的需求 他买进来以后 他一定是有一个相关的管道 可以销这些嚣张的管道 所以他才会定这么大的一个额度 六百多万的额度是非常高的 那么除了自己抽之外 你不要忘记 一包烟里面有一盒 一条烟里面十包 所以他要抽到什么时候 不可能的 然后呢 警戒而来 那么到底是谁 集结了这么多的来 我不相信一个少校有办法 一手遮天 所以这件事情 成绩一定很高 而且这个成绩高到 可以让大家心悦臣服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可以让大家觉得 做这样是没有关系的 你想一个少校 就算一个行政官 他敢这样做吗 难道就因为过去能这样做 所以没关系 难道我做人警 对他有什么好处 对他有什么好处 他处罚了以后 如果是淹税条例 那么他就是三年以下有去徒刑 那如果是违反的 相关的军法里面的贪污 那是无基途行 他不仅要关他所有的一切都化为乌游 所以这样的行为 趁这个姿后 这一次呢 把他揪出来是对的 因为如果不揪出来 而且揪一定要揪到底 现在我目前知道的是 从小阴第一次出访 也就是七次出访的第一次 开始查账策 那么查出来了以后 再往前追 因为很简单 如果是透过华航 长龙没有那么容易 长龙是百分之百的民营 所以华航有关股的结构 所以通过华航 我问你啊 华航敢说不吗 所以华航敢说不吗 所以事实上追回去 在包括马英九时代 阿扁时代 只要没有过法律的追溯期 全部追出来 有一番什么法律全部办 不管他是谁 不管成绩是谁 不管他是中将什么将 都一样 不管你是国安局长 还是什么都一样 那调查局这次 没有泄漏风 是没有泄密 是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本来 在办相关案件的时候 你调查局 虽然你的成绩上面 国安局是你的老板 可问题是 办案犯罪事件 没有什么老板上下部署之分 谁调查局这样子保密 然后把他抓起来 这是对的 是 那袁之兄你看 因为我看黄国昌委员 一直在讲说 华航的高层之道 而且这个李大为 就是国安会的秘书长 要出来说清楚 你看呢 现在的关键是说 到底有哪些人 是这个共犯结构 因为他里面看得出来 一定是很多人牵涉其中 才有办法完成这件案子 譬如说 譬如说 为什么这个9800条烟 它可以在华善空除的仓库里面 因为华善空除 它的高层 当然跟民党关系也不错 然后呢 再来就是 小英总统的飞机 停到停机坪 那这9800条的 想也是怎么被运过去的 然后他又有三顿半的 五台三顿半的小货车 可以到那边 去把这些人 当作是总统专机的行李 把它载走 实际上总统专机的行李 本来就只有一台而已 结果后面多了五台车 那大家如果在现场的人看到 不会觉得很奇怪 还是大家都戏以为常 或者说大家知情 但是不把它讲出来 其实这个都是一些疑点 那再来就是说 国安局的人 我相信国安局的人 已经非常多人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刚刚大家都算过嘛 9800条烟 其实应该就是很多人去团购的啦 吴宗献其实就是平常我们在 有时候上班 下午的时间 然后就有人出来说要帮忙定营 有点像福利组组长 对 帮忙出来定营 我刚刚到学校 大家一起来啦 定鸡排 还有一个国安漏洞就是说 像那吴宗献 因为大家都知道 后面那600条是加订的 他那时候可能已经在出访行程当中 那你没有去负责总统的为案 你还在那边接订单 然后去帮你的学长加订了600条 这也是非常的离谱 那我不知道说国安层级到底 他的层级多高我们不清楚啦 可是应该 不过我想说还好小英现在把他揪出来 说下一任总统不晓得是谁 假定真的国民党 我跟你讲 你如果出访赶紧再发生 然后变成2万条 因为你这一 大家就觉得这是一个福利嘛 是一个外快嘛 肉席嘛 但我又补同一件 其实我们 我虽然是国民党 我也认为小英总统跟这个事情无关 他可能就是一个肉席 或者是大概越做越大 但是像实在力量 我觉得黄国昌他把这个事情介入之后 他有点缩回来 他好像有怕得罪民进党 故意讲 有吗 有他现在最新的讲法 包括实在力量的讲法都是说 那一些国安的人都是 以前都是国民党训练出来的 好像又把这个事情把它政治化 包括我今天早上跟一个实在力量议员同台 他就讲说 这个很好啊 小英总统刚好利用这个机会 清军策 把这些不识认的国民党的国安人员都把它换掉 我觉得这就政治化了嘛 其实就是论事 其实这就是一个国安的肉席嘛 大家把它饿死就好了 他的意思好像不是这样耶 他的意思好像是说 国民党他在调侃你们国民党 说你们在刷存在感 存在感耶 是我揭露的 你们出来开记者会 你们出来开记者会叫做什么呢 说国民党党团总统正名中 立委费鸿泰赛事保林德胡 明天上午九点半在党团记者召开 军据彻底败坏 国家安全局变烟酒公卖局记者会 敬邀采访 然后他就说国安人员都以前你们在乎的 这个揭露是我揭露的 现在你们去接会 你们在收割了 所以说他当然一方面他是说 这是我揭露的 你不要收割 但是他也回打国民党一马 就是说你看这些国安局都是你栽培出来的 所以也有一点点想要反打国民党一把 我觉得那就事论事就好了 那我请教一下敏凤 你觉得小英处理这个事情处理得如何 我觉得他按部就办了在做 那今天最新的效率是 这个吴宗献已经交出50个人团购的名单 50喔 总共有50个人一起团购这个9800多条的香烟 他说王定宇员他有100个 他说50啊 我们在一起我觉得这个50个人是比较 应该是比较划算啦 因为可能你没有你100个人那个利率实在是太低了吧 所以说利润啦 利润啦对利润太低了 那你50个人那为什么要查李大为 就是说李大为的办公室里面也是团购名单之一 国安会秘书长的办公室里面 就是昨天有一条新闻是这样子写 所以为什么接要求要李大为说清楚 那李大为的办公室里面据说有五六个人 那很多当然都是出有些是从外交部过来的嘛 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是说如果查下去 可能签设单位非常非常之多啦 那我觉得蔡英文总统就是这样子 第一步你把这个国安局局长换掉 然后把这个市会长换掉 这是正确的 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已经禁止以后 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嘛 这也是对的 那接下来就说这件事情 能够不要伤这个政府的微信呢 就是要把所有人通公布 不管这个位阶有多高 然后是哪个部会的 是总统府内部的也好 是国安会有 然后国安局有 或是说外交部 真的也有人托这个所谓的国安会秘书长办公室的人买的话 也全部都要公布啦 我觉得如果你不公布说 我们这是做人情啊 这就好了不要就是50个人 就这样子模模糊糊的 然后也没有单位 然后也没有这个所谓具体的这个名字的话 我觉得这样子没有办法交代下去 尤其是现在政府部长林佳蓉也要求 华航从上到下都要查清楚嘛 唯有清楚 而且范围不管有多大 这件事情才能够消弭整个大家的疑虑 才能够宣示说蔡英文这个除弊的决心嘛 否则 而且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 这个新闻上面有人 我不晓得这是真还是假的 有人就说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随总统出访了 随蔡英文总统出访 所以他就够大一点 他的意思不见得是说蔡英文不会连任 而是说他自己下一次可能就不会再加上了 不管是什么意思 那这样子说 这件事情已经被在野党盯上了 不管是时代力量或是国民党 那我们就讲了 国民党如何盯上 因为现在说马英九政府也是四千多条啊 那也可以办啊 对但是我讲过有拦有虑 那国安局这几次政党轮替也有拦有虑嘛 那如果你这次没有办得很清楚的时候 我觉得一定会有人继续通报这些所谓时代力量或是国民党的人 然后如果继续挖出来说有一些掩饰或怎样 对政府反而不利 所以我觉得这次蔡英文就做得很 就按部就按部就大刀过斧 展示这个除弊的决心 全部都公布嘛 这个对选情有没有影响 对选情当然有影响 如果你做得不够好 就影响更大 但如果你除弊除了很好 我觉得反而没有影响 因为过去的时候我都没有在做 都是在做都不管嘛 然后可是蔡英文总统就敢有这个魄力去把这个东西除掉 然后把这个漏息给戒掉 这才是最好的方式啊 来来不好意思来 那远之兄 国民党说要召开记者会嘛 军纪彻底败坏 国家安全局变烟酒公卖局记者会 可是马英九时代也是四千多条 因为以我们现状来讲 实际上有发现这样的状况没有错嘛 那现在当然就是民进党执政啊 那所以我觉得站在在野党的角度的话 请执政党把国安局的纪律 官签把它整顿 我觉得也是正常的 那合不开一个记者会就是 彻底追究这一次 施烟 这个走施烟 九千八百条 也追究马英九时代 四千多条记者会 我觉得说他既然去追究现在 当然就是连以前事情都一起来追啦 那另外就是说 其实这一次民党政府是用 我发现就是还是用雷利风行方在办这个案子 因为他们几个人被起诉的 法律是贪污治罪条例 而不是走私条例 那贪污治罪条例好像是本刑是十年以上 贪污就中了 公务员就军人了 而且我听调查局的人讲说从来都没有用过这一条 这一条是第四条第四款 以公共公用运输工具装载违禁物品或漏税物品者 他们讲说以前都从来好像没有用过这一条 所以他们私底下来讨论说用这条是蛮特别 所以其实要用重罚 然后来遏止这样行 我觉得这是正确的 同意同意来 那请教一下这个阿苗 我刚刚算一算说五十个人 他讲五十个人 那九千八百条把它算一万条 一个人就是两百条 对 对不对 对很客观 两百条是要自己抽还是要卖还是要送 这个平均约两百条五十个人的这个数字 如果说这个确实属实的话 我觉得不管是说老鼠属或者是肉媳 都讲得太保守讲得太轻 因为这很明显就是一个国安体系的基地 两百条就是两千包 两千包 你要一天就说吃两包 吃一包 要吃两千包 对吧 我们就败了 对啊 显然不是要自己抽嘛 这个以这个量来说绝对不可能是致用 中间一定会有这个谋取利润 谋取利益的存在 对 那假设说好两百条好了 那每一条给你赚个五百块 你看到一个很 十万 你看到一个很严重的危机 我们的国安体系里面的人 你用十万块就可以买到他违法乱级 这个才是真正国安危机所在 你说用这个三五百万的利润 就可以买得到整个国安体系 一块肉粽啦 所有人都在那边违法乱级 而且还把它当成是可以的 把它自我合理化 认为说这个没关系 最高危险 那你对小英的处理满意吗 基本上他到现在目前为止 第一个说震怒下令测查嘛 第二个取消刑律通关领域 这些到目前为止都是正确 但是我认为还不够 为什么我认为还不够的原因是因为 现在这个案子被定调成是一个 这个关于烟品 他这个也许违反贪污制罪条例啦 也许说这个违反这个烟品进口相关规定 这个都是事实 可是这个仍然是处于所谓个人化层面 关于这个少校吴宗宪 他个人个人化 或者是说他跟他的一些同僚 干了这种事情 但其实一个更严重的事情是 我们的国安体系当中 竟然存在的这么多的人 对于违法这件事情 心里感觉到自己很合理 没有任何的亏欠感 没有任何的愧疚感 甚至大家一起是一个共犯结构 我为这个事来判断 我是觉得很建设 总统拼多久拼到这样 有可能有人说 你分这边加倍的怎么办 我现在是贪5万还是10万 你知道吗 这个多丢练啊 对不对 如果是建设很危险 我们的国家安全跟总统的人身安全 要交在这样子性格的人手上 对 这对我们国家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危机 所以如果说这个案子 但是在拼小利你知道吗 然后总的拼外交 只有一点点就可以买到 他的人格跟正直 这样子的人我认为是绝对不适合从事国安工作 所以包括说团购的50个人 包括这个人 甚至知情不报包庇的人 不管层级多高一定要彻查 可是我认为只有检察官 基层检察官要彻查 可能没办法查到这么彻底 我觉得这凸显了民进党一个危机 就是长期来缺乏国安专业人才 彭胜卓是2016年蔡英文上台的时候所提拔 其实他过去跟情报这块 除了短暂当过军事情报局局长之外 他其实这方面没有太多力量 所以也被外界批评了 包含他这时间十九大的 中共十九大人士的预估失准 包含这个 说那个老共的官员的 国安部长陈文青的照片 给他看他看不出来 然后呢 包含了国安日报才能出错 然后呢 这个后来他甚至到立法院去才能被叮 叮到后来他自己不敢去了 就叫副局长去 其实连民进党的立法委员都看不下去 每次所有人士 军中人士跟你就指明到他 那更不要讲那个特勤事情 发生一大堆事情 什么绯闻案 什么性骚扰 一大堆 特勤中心 这种事情一大堆 那你今天你这个彭盛卒 你也兼任这个特勤中心的主任 那也是你只管的 所以我觉得他难辞其咎 但是我也必须要讲 为什么彭盛卒这个人背后这么硬 为什么动不了 到今天才动掉 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民进党 在过去在马英九执政的八年 他没有培养相关的人才 第二个即便有相关的人才 他进退到这个国安局里面水太深了 你说现在的这个副局长 柯成亨 包成科 他现在是变成 柯成亨 柯成亨 柯成亨要变成要代理成局长 可是我的了解他也不是能够完全掌控 因为他里面盘根错节 那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问题我觉得只是冰山之一角 李大为会不会牵涉 李大为如果说他办公室的人是这样的话 那办公室的人就是有有 李大为本人我不觉得他会去干这种事 对 这是李大为办公室的人 如果我是国安会秘书长办公室的人 我都出面的话 他很重要 国安会秘书长 对啊 所以就说这件事情一定要 像彭盛祖 彭盛祖我们以前跑新闻大家都认识嘛 对不对 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好人 就说对人也很客气 然后可是我觉得他在管理国安局的时候 他可能没有一点这个比较严厉的魄力 客气 不可以客气客气 你国家那个人已经这样了 他其实从军队 然后到了当这个陈水扁侍卫长的时候 这个跟我们记者相处也很融洽 可是从那边之后他是一定要退的人 但是蔡英文可能在国安局上面 没有找到可以信任的人 所以才又把他找回来 那么等一下回来我们来看 因为蘇珍昌啊 今天就说 说 如果我没要点名 韩国语没要点什么 台南只有一个地方 屏東有15个地方 高雄有200个地方 不然我不说韩国语没要说什么 然后 这个 你搞不清楚状况 然后 推脱代夫 神隐二十几个小时 不知轻重 不知头尾 每天就要钱而已 OK 那么这样的批评到底有没有道理 韩国语的农舍 现在啊 就是伟健 那这个 他说法 那这个事情 会不会怎么发展 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 先休息一下 这是今天啊 联合晚报的二版头条 苏贞昌批韩国语 不懂 只懂要钱 要钱也不照规矩来 没有掌握状况 乱放炮 那么 我没有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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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脱也不能代夫 更不应该神隐 二十几个小时后 突然冒出来 不知轻重 不知头尾 没有掌握状况 就突然乱放炮 只懂得要钱 要钱也不照规定来 这都非常不该 苏院长从当的行政院长 对高雄是讲话是越来越酸 越来越辣 好不好 他自己思考一下 我再重申一遍 这一次 七九的大雨 大水 豪大雨 是不是只有高雄 是不是只有高雄 昨天台北市也淹水 为什么没有看到 行政院院长 副院长去视察 为什么永远用两套标准 因为不敢得罪科匹 施政的风格 越来越奇怪 独眼农事的施政 看到民院长执政的县市长 那只眼睛闭起来 看到国民党 特别是韩国瑜 这只眼睛是张得大大的 动辄得救 对高雄太不公平了 好 那我想请教一下米鳳 什么人说的靠着你 不是啊 我觉得苏院长也是就事论事啊 对不对 你几个地区 南部地区 他已经跟你讲说台南就只有一处嘛 那屏東200多处 那其他地方 屏東15处 对 高雄200多处 对嘛 他就告诉你说他为什么要特别关注高雄的理由嘛 那你韩国瑜如果你要反驳苏院长的话 那你就具体讲出来 就说高雄没有那么多地方淹水 你也讲不出来明明就这么多的地方 那一做一个行政院长就是关心这个淹水的灾情 那熟悉每个地方的这个情况的严重程度 做不同的这个指示跟这个批评 这有什么不对吗 所以说我觉得就说韩市长你应该自问说 在高雄200多处淹水的时候 你到底在做什么嘛 对不对 你五眼多才进去 你就说行政院要求你一级开设 因为200多处的淹水 那你就偏偏只要开二级的开设 那二级的开设就说我副市长去就好了 市长可以不用去 那你可是你五点多 你还是自己进去了一趟 那进去一趟就说还好嘛 这个水退的很快 那你就走了 那走又去参加餐会 那接着就消失20个小时 那你这个东西 你现在应该跟市民交代 你这个事情为什么不见了嘛 所以大家在说说 不管是积水或淹水也好 这个关键的20个小时里面 你到底在人在哪里嘛 那你的系统到底有没有指挥清楚嘛 这个如果说我 理事专业来 那可是问题是 就像乐队 这个昨天我先讲了嘛 就像乐队一样 有人做小提琴 有人弹钢琴 那总要有个指挥啊 那指挥什么都不懂 但是他就是要掌控全局嘛 所以你先告诉大家 你20个小时里面 到底在做什么 高雄市人在做 在跟这个积水 或是淹水抗战的时候 你作为一个高雄市的大家长 你到底有没有这个 真的在做一个关心嘛 那你就 你就 我发现他跟这个 苏珍昌吵架是很有时间的 对不对 如果大家不要对你这么关注的话 你可不可以不要让高雄 那么多出淹水嘛 对不对 你可以做得跟台南一样 做得跟平东一样嘛 那大家就不会特别关注你了 所以说我觉得说 今天一再 这个一切还是在于 你自己本身如果做得好 你就不怕别人批评 别人批评你批评错 你可以大肆地反击啊 可是你今天的反击都是很情绪 都是很形容词啊 我不能说情绪 就是很形容词的这个用语啊 就说你独眼喔 你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你就就事论事啊 我高雄 你敢说我高雄没有200多出淹水嘛 搞不好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高雄到底出淹水了 那他怎么反驳呢 那原志雄 因为他也这个韩国瑜说 不然台北市也淹水啊 你怎么不敢 不骂柯文哲 可是台北市淹水是没有错 没有淹那么多啊 其实我觉得 顺昌他说 韩国瑜你生意了20个小时 然后呢 高雄淹水淹这么多 我不看你看谁 我觉得其实真的 酸淹酸淹少一点 他关心是好的 可是那接下来呢 你现在到底 给高雄有什么帮助 我觉得也要提出来啦 不然韩国瑜 站在韩国瑜的角度他有认为 你老是在那边酸淹酸淹 那你都不给我一些 比较实质的帮助 那当然他会有点反弹 那如果 所以如果你是苏贞昌 你会怎么说 苏贞昌可以讲说 好那你现在需要 我们什么帮忙 就像去年的时候 陈菊就讲说 高雄淹水八成中央要负责 那在这件事情上面 苏贞昌你到底 你觉得高雄 你需要什么帮助 他不是只是在旁边看 他在那边酸他 那韩国瑜就觉得 我在这边治水 然后你在那边说风凉话 好像中央地方 没有一条心啊 包括陈其脉 陈其脉 苏贞昌他还捧陈其脉 说你看 韩国瑜神异 但是人家陈其脉 晚上就跑去看抽水站 坦白说陈其脉去看抽水站 也没有太大意义 他只是去看了一下 他也不是说 我要带什么资源过来 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行政院就是应该 一次同仁 不管是台北高雄 屏东台南 一次同仁 看看你们需要什么帮助 我提供给你 如果苏贞昌可以 用这种比较善意态度 去看高雄 我觉得韩国瑜可能会 比较感受到善意 好 那么因为苏贞昌讲说 韩国瑜市长 省饮二十几个小时 那我们昨天也有讨论 他省饮二十个小时 到底去哪里 都不晓得 今天他交代了 韩国瑜他谈到他消失二十个小时的原因 他说实在不是很想讲 因为自己家里的事情 因为我母亲的事情 我母亲身体不舒服的事 但我从来不愿意去讲 喔 原来他二十点钟是去看他 不爽快 身体不爽快的妈妈 来 文英兄 同意吗 如果 韩国瑜是真的回去看 身体不适的母亲 我觉得这个在之前 他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告诉 可是王浅秋说他人在南部喔 对 云岭算南部 如果照他的 云岭算南部吗 云家南 他妈妈住在云岭 他母亲 他妈妈住在云岭 他妈妈住在云岭 我以为他回云岭看他妈妈 台北算南部 那台北 那就可以合理化了吧 台北算南部 我们一直认为他是不在高雄市 那不管他什么理由 我觉得看妈妈很正常 但是大家去指引说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去看妈妈而已 如果是这样子 你为什么不敢大大方方的讲 我觉得高雄市里没有那么无情 不会说二级开设 三级开设 那你母亲生病了 那你要回去看 大家反制 不会 现在是大家在说 当初 7月19号的时候 高雄市是二级开设 二级开设 7月20号早上是三级开设 二级跟三级 居然 韩国瑜说那么严重 高雄市政府在这个开设的层级 有没有误判情势 三级开设已经到最后缩尾了 三级开设是缩尾 就说一定没有事情了 我现在减讨一下 出了事情 这样而已 结果20号早上 我去到林亚区的一个现场 没有任何的防灾中心人员在那边 只有区公所的李干事 区公所的人在那 然后里长在那边 整个大楼淹水还超过100公分以上 十几台车还在灭顶中 李四川看完之后 没有做任何的改善 他只有说希望在中午以前 把水抽干 所以我觉得整个 不管是二级也好 三级也好 李四川说让专业的来 问题是专业的来 也没有让高雄社灾情 变得更快处理好 那再来 如果韩国瑜觉得说中央要帮忙 那我要告诉他 如果你很认真在处理每一个 救灾事件 你就会很清楚知道 高雄是哪边需要中央帮忙 你都不讲清楚 你只要钱 那中央也问 你到底什么地方需要帮忙 我跟你保证 韩国瑜绝对也不知道 因为他让专业的李四川 来负责整个作业 所以韩国瑜不会知道 所以大家才会去追 你这二十个小时很快的去工会的餐序之后 你说十七分钟 其实我们算计过 原则也算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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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 你看连叶元智都不信 因为他说他妈妈身体不适 但是他也没有说他太妈妈 所以我们也不是他十一 叶元智选择的说实话 因为他 不是因为 我原则我是开玩笑 我知道 因为你看王浅就说他 他在南部啊 可是如果看妈妈妈是在北部啊 那看一下可以赶快赶回高雄 看妈妈没有什么不可以讲的啊 其实真的我真的觉得很遗憾啊 就是说韩国瑜为什么过了三天才说来看妈妈 其实他当天 我必须要讲 他当天他妈妈 因为我住在台北 他当天即便他发这个消息 说我在哪里看妈妈 新闻记者都会过去 你说很抱歉 妈妈生理不适 我来照顾他 我来看望他 看望 这个我相信高雄事情不但不会怪你 还会觉得 你是一个孝子 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处理 我就真的搞不懂 就是你这个处理的方式 就会让人家觉得奇怪 那如果 我是不想讲说如果不是啦 因为如果不是真的是 就对于他妈妈 真的老人家 真的也非常不好嘛 不是在 这不是在消费吗 我觉得这很不好 可能因为我看到妈妈啦 但是因为有人告诉我说 他跟某个集团的这个董事长吃饭 但是我想说王潜秋讲说人在南部嘛 所以我就没有 我没有彩信啦 但是如果他真的证实 他那天是在台北探望母亲之外 不可能一整天都在母亲家里面 那起来就有一些 跟某集团的老板吃饭 对啊 因为那时候第二天的新闻就出来说 国民党的15个县市党部主委 通通是要总统竞选党 各县市竞选总部主委 那这个东西如果国民党这样的决策 完全没有问过韩国瑜 那我觉得那个不可思议 那一定是说我选举的架构 我一定要跟这个总统候选人 要讨论一下嘛 所以说我觉得说 如果你在这个时间点到台北来 然后除了看妈妈之外 还有别的这个选举的行程的话 那你就是因为你不敢讲嘛 那你的发言人就帮你讲了谎话 那你这样怎么 这怎么诚信有问题 我觉得韩国瑜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 那么高雄市民啊 在不高兴什么 那天水退的时候呢 那么后来晚上他不是去参加一个 餐饮工会的相关的一个宴会嘛 对对对 然后他还这个拿起麦克风来讲说 这是水退的快啊 下来了以后他是说 他只是来这个质疑一下干什么干什么 身为一个高雄市的市长啊 各位看一下回顾一下那个 那天淹水的那个画面 有一个画面我看得很难过 是一个计程车的司机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车子泡水了 泡锚了 他推了他的车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他的车子全部在水里面 然后呢他无助的这样回头看了记者 那不知道怎么办 开这辆车都是坚固人 我说一下 那么他泡水车了以后 这辆车形同是废物啊 你知道吗 他要去他的车子的残值 可能还比不上这个车子的修理费用啊 你知道吗 如果你身为高雄市的市长 你有200多个地方淹水 你要做的不是应该赶过去 了解一下灾情 就算水退了 他们也是东西全部都在水里面嘛 七机车都泡水嘛 你应该就去关心他们啊 不是应该做这些事情吗 那至于神隐了20个小时 无法解释啊 对 为什么你不出来讲就好了嘛 我们大家都在等 你到底市长在什么地方 等到下午4点33来时 如果你说没有什么灾情 那你4点为什么要来看这个 号称说自己一点负责任的这个泡水的这个社区呢 吴医兄 我还原一下当天的情况 因为7月20号早上 我就勘灾了我选就三个地方 三个里非常严重 一个是大蒜路桥拆掉了那个大蒜路 大家形成了一片大蒜和 然后周边的民众说 从来没有淹水 从后面这样整个淹上来 然后民众都出来讲说 这个楼上次我在议会咨询过 从4月份通车到现在 还在盖喔 现在在做排水系统 所以他现在排水系统是整个是淡掉的 是没有功能的 所以他们 连他都知道说 李四川的所谓专业 是功法等得者啊 说哪有人先退休 退到做楼做到一片 再去黑水膏 黑到一片再来做楼 他们都知道说排水系统要先做 所以这次高雄是有某些地方淹水 这个行政疏失是要追究的 这不是全部都怪给天灾啊 但是某些特定地方淹水淹得非常严重 我早上跑了三个 7月20号早上跑三个里 很多民众都告诉我 他们家是十几年来 第一次淹水 十几年来第一次淹水喔 那栋大楼 淹的 林亚圈那栋大楼淹得那么严重 也不是每年他都淹水 他们说今年不晓得 为什么是哪边做工程 所有的水好像全部集中到他们大楼里面 周边的都没有事 周边的防水咱们也没有挡 但是就全部集中到那边 他们好像一个制洪池 一公里他就用制洪池耶 十九台车灭顶 十九台 每个民众看到住户都快哭出来了 我十九号七月十号当天晚上 我们的团队在现场指挥 不是只为协助 处理他们的事情 市长到隔天的下午四点半才出现 你说高雄的民众不能气愤吗 纵使市长不是专业 如果什么是像 我去看我老母亲的气氛是什么 他要说 其实他要去看他也说 我们的团阵 我们的团队 像你市长讲的 给专业的来 那韩国瑜要干嘛 首长要干嘛 其实那是安定民心 让人家知道说 市长重视你们现在的灾情 结果都不是 去做秀而已 韩国瑜有度缺吗 韩国瑜啊 他在昨天的晚间脸书发文 针对十九号的豪雨造成多处地区淹水 他道歉 但是他说 当天雨量超出道路测沟 下水道标准排水负荷量 光是人五一点斤 最大累积雨量一百二十六点五毫米 好加在傍晚与市趋缓 市政府治水的初步成效 也在退水速度上显现了 市务团队很努力 没有白费 那么目前啊 预计清淤作业全部完成 还需要两年的时间 意思跟你说什么 河大嘛 没得到啦 淹水就河大嘛 但是我已经给你穿得 已经有效果了 过来 过来 清淤就要过两年 意思就是说 两年半 两年内在淹水不算我的 对啦 算前朝的 对啦 就在推责任了 到底这种的土缺 是有生意 还是没生意 来我们来看一下 高雄少顺街是七月十九号 淹水当天淹最惨的 一度到了妇人的腰部 家具地板全是泥泥 市长韩国瑜 对于高雄多达 两百八的三处灾情 终于在二十二号晚间 九点半淹水三天后 韩国瑜PO文向高雄全体市民 说称不好意思 道歉了 但再往下看 先夸退水速度 看见市府团队的治水成像 在暗批前朝 说他上任以来的新淹 自从根本改善 长久的积淹水问题 韩国瑜的道歉文 在保守淹水居民的眼里看来 民众要市长别再打政治口水战 用心做就对了 对于基层新生 市长韩国瑜真的听见了吗 淹水怪前朝 韩国瑜上任后面临的灾情处理 7月19号高雄淹水灾情 多达283处 这淹水三天后的道歉文 IP 无心道歉 韩文医兄 他那个道歉有诚意吗 他有道歉嘛 我怎么觉得是炫耀文 炫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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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退水退得很快 是因为他清污 有效了 但是我们回到高雄 看到一些民众都讲 赶紧只剩两两点钟而已 人家说赶紧只剩两两点钟而已 如果还割了两点钟 我当时应该不知道 他们去住他 他讲的是什么 其实他只下了两个小时的豪大雨 如果当天不是只有这两个小时 而是一整天 他真的可以退水退得这么快吗 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韩国瑜 你在标榜他的政绩的时候 不要一直自我感觉良好 不要得了便宜又卖乖 有时候是天时地利人和 让你刚好有这个逃脱之数可以出来 但是你就好好地把自己事情做好 我觉得他很厉害 很厉害 很厉害 你看 其实我觉得他一直沉浸在他自我感觉良好里面 台风本来要来 緊張得要命 后来走了 然后韩国就说因为他 然后水退得快 所以他在防災中心说 看起来还好嘛 水退了嘛 好像没有事了嘛 所以没有事的话 他就可以落跑去做他自己的事情嘛 结果呢 真的很严重啊 是在台北在台中看不出来高雄严重 那个很多民众是 你议完几次了吗 我第一次 我采交议完 对对对 第一次 那民众你看比较多 请教你记者跑那么久 手掌是都水 那个淹水的水会拿起来闻 当然不会 没有人会这样做啊 哎呦 这搞不好有汽油啊 搞不好有化学物质啊 他不会看就知道 油跟水 这个物 这个不是平常的物理常识吗 那个淹水 你淹到车 车里面有 原来说是不是有油 所以那个油漬 这一定会有的嘛 因为它是淹水在民宅里面啊 或者地下室 车都在灭顶啊 都说他不会带一些油漬出来嘛 我第一面看了手掌 有人去看早上去泥水 人家也没泥了啦 我觉得韩国现在用四个字来形容 叫悲公舍疑 非常的 很紧张 嗯 因为他上礼拜五 突然消失二十个小时 对 到礼拜六下午四点才出现 大家就批评他嘛 就他礼拜天 又跑来台北 嗯 去跟他的老师 苏琪 苏琪见面 嗯 他的政大东亚署的指导教授 见面嘛 然后据那个记者看到他就是戴个口罩 然后戴个就是非常隐蔽啊 嗯 就他 所以韩冰先在那个饭店一楼大厅等他 嗯 就当然那个狗仔队就旁边跟着嘛 就看到他们两个会合 会合之后韩国瑜发觉有意 我觉得他他随时处在一个紧张状态 嗯 就立刻的带着韩冰 赶快就进到那个餐厅里面 嗯 后来当然那个就发觉那个苏琪 苏教授也来了 后来他们两个谈完之后苏教授出来 那苏教授很紧张 然后就一再的佛电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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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跳针的讲没有 我是觉得为什么要这么的紧张 嗯 就是说其实你跟你的老师见面 也也没有什么问题嘛 而且跟老师请议嘛 对 这是都可以理解的嘛 对 可是什么 可是苏琪也感受到了韩国瑜 现在跑来台北 是一个大家所关注的事情 嗯 而且他不想让人家知道 可是你越不想让人家知道 就越紧张 嗯 你越紧张当别人发现的时候呢 就越会展现那种焦虑 跟不自然 我觉得还是要换一下啦 你第一个衬衫换 第二个戴个假发 都没有人发现 嗯 对吧 人家说起来啦 对 可是我觉得他现在 你看嘛 如果你今天不是高雄市长 你辞了高雄市长 嗯 你有什么问题呢 你学生跑透透啊 对 你要拜访谁 都没有问题啊 你要请议谁都没有问题 你现在变成父子骑驴 你的高雄市长 跟你的选总统 就发生了汉格了 嗯 互相影响 而且变成你选 总统的一个负债 对 所以我觉得他未来如果 再不辞市长 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嗯 那对于是你就 你现在礼拜六礼拜天 你说 高雄接下来 他会发生什么事情 嗯 你总不可能每次要 这礼拜要去哪里拜 本来他上礼拜六 是要去台中的 嗯 快来没有去嘛 好 那你现在如果要发生其他的事情 你怎么办 嗯 就我觉得 就看妈妈咩 这个 阿嬷的身影就是看妈妈 你感觉如何 不能每次都看妈妈 不能每次都看妈妈 而且每次可以省影20个小时 哎呀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的确会造成他一个很大的困扰 那这也是为什么国民党现在我觉得里面还是很多人认为 郭台铭还是比较适合的一个候选人 因为韩国瑜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嗯 他就看来拴去拴去 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个罢免的这个陈岸 延鼠已经 现在已经15万人了 16 16万了 那天我想问他说18万了 18了 已经到18了 哇你看 经过一个礼拜的淹水 就水涨船高了 嗯 那这一项下去 当突破了20万人的时候 我也搞不清楚 韩国瑜今天讲说 我自己可以罢免了 我自己可以罢免了 那你就辞职就好了 你就辞职就好了 你没有罢免了 你就辞职就好了 你那种好方便吗 对 然后他说 我要请这些想罢免的人 一起来市政府来会谈 很好啊 你敲出时间地点嘛 但是我觉得大家现在也不想听他讲什么了 因为现在这个罢免已经快突破20万的时候 你这个市长的位置还坐得稳吗 你的正当性在哪里 可是我觉得也不能说他是神隐20个小时 因为现在大家就说 你没有公开露面就是神隐 其实也不见得 因为以前在市政府的运作 防灾中心其实是市长去一下 其实就可以回去 回到办公室 或者做其他公务 他只是没有公开露面而已 可是他是不是在从事公务 我觉得大家也不知道 可是他没有否认他身体到14小时 他是说他妈妈身体不是 因为我刚刚看他也没有讲说他去看妈妈 他可能是妈妈身体不是心情有点受影响 但是他是不是在做公务 如果说把所有人的话穿在一起 搞不好他真的在高雄做公务 只是妈妈身体不是 有点受影响 我觉得啦 云智你越毛越黑了 云智你到底是不知道 因为我太害怕了 云智这样的说法是说 妈妈在北部身体不舒服 然后市长在南部不想公布 没有没有 照说他没有否认我们是否认你 我觉得他还是 不能说他没公开露面 就没有在做公务啦 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情 第二个我觉得 看高雄这个淹水的事情 我觉得要整体来看 当然文艺有提到一些说 这个地方以前没有淹 为什么这次有淹 或许他可能有点人祸 或市府做的不好的地方 但是整体来讲 到底淹水有没有改善 其实我看到很多网友po的影片 也有在讲 说这个地方以前都会淹 今天没有淹 甚至于有一个什么仁武香 叫阿宏的 他整段路 以前是整条烟 然后结果他拍 现在在这边没淹了 那边没淹了 这边有淹 为什么 因为这边的清浴没有做好 那李鸿源讲的 说整个清浴要完成要两年 那目前高雄市是做了十分之一 所以的确这十分之一有发挥作用 这也是事实 可是也需要时间 我觉得整体来讲 这一次他水退的算是蛮快的 来文艺兄 我补充一下 韩国瑜之所以他到北部 遮遮掩掩掩 他怕人知道其实他很痛苦 他绝对知道说 他这个时间点如果离开高雄 是错误的 是对不起高雄市民的 但是他又管不住 他想选总统那个欲望 所以他要去 他内心很挣扎跟纠结的 他才会这么怕人家知道 所以他是很痛苦在做这件事情 因为他如果讲出来一定被骂死了 你没有把高雄市民摆在第一顺位 所以他才要这样子去伪装 那刚刚原汁有讲说 他生了二十个小时 我告诉你 不管他是三级或二级 没有错 不见得他要到中心去开会 主持会议 但是整个房灾中心的总指挥官 就只有一个人 那个是高雄市的市长 他是总指挥官 只有一个人 所以在整个房灾中心 还没有完全解除之前 他是不可以离开高雄市的 所以当我们质疑他说 这二十个小时 你如果在高雄市 不管你有没有处理公务 你只要提出你的证明说 我在高雄市 我在关底睡觉都好 我在哪里吃饭喝酒都可以 你只要在高雄市 我们就觉得说 你有在关心高雄 现在放得这么爽 就爽的啊 问题是他也没有提出证明 王浅秋不是说他在高雄 王浅秋说他南部 南部 然后呢我昨天开了一个记者会 到底南部是对对开始 台北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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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开那个记者会 王浅秋有回应 他说喔 是我这个司议员在搏政治版面 高雄市政府不随之起舞 不用公布他这二十个小时的行程 他连回应他都懶得回应 所以人家才说 你到底有没有在高雄市 我跟你说 他这样回十堆你是好的 真的啦 我发了一个记评 你喔 我觉得一个人坦荡就是 我是公务员嘛 我去哪里 我哪什么不能公布呢 其实他可以公布啦 你只要在高雄 我们都放你过啦 你现在就是不晓得 你会不会在高雄嘛 你在高雄你看上次呈举 晚进去一个小时 人家说他在那个官邸 睡觉 说他是 好 纵使三个小时啦 他说睡觉 睡觉举 那韩国语呢 不是 今天如果是王瑞德 王瑞德我为什么跟你交代 我又没有连公交薪水 对啊 那你是市长啊 那你是市长嘛 那你应该去视察 去关心抽水栈灾区 泡水车这么多啊 对啊 来 那我们再看一下 啊 现有资料 未提及是否有违规 未提及是否有违规 意思是说 还不知道有没有啊 那我想 请教明鳳 第一时间 李嘉芬是怎么说的 李嘉芬说完全合法啊 完全合法啊 对啊 然后我们是买原建筑 对啊 就从原建筑买 他说他没有增见 没有改变嘛 那事实上 这个原先的这个屋主 也出来讲过了 他说他卖给他的时候 从远处看 最后只拆成四根柱子啊 然后他自己就重盖嘛 那你现在 你现在 你现在这个云林 云林县政府 骨根箱 已经证明你是有违建了啊 那你还要 你还要狡辩吗 当时人家 卖给你的时候 完全是合法 那你现在有违章建筑 这个回廊跟所谓的二楼 或三楼部分嘛 是不符合这个建筑 执照的申请啊 那你还要讲嘛 所以说 我觉得他是睁眼说笑的 这就 我完全不懂了 他本来跟我说 本来说 他只是拆掉这个篮球框 那我也相信好了 可是问题是我后来看到 那个空照图 旁边就是铺了绿地嘛 就是篮球场的那种地板啊 那就不叫篮球场吗 那叫篮球框吗 那你整座 其实都叫篮球场了 那不是只有一个框而已嘛 所以说 我觉得李嘉芬 从头到尾这个都是不诚实 而且 云林县凭什么 把违章建筑弄成秘箭再处理 你的 任何 我们在座任何 比如说台北市议员 这个新北市议员 你们秘箭有什么 你们的违章 处理选民 违章建筑案 什么时候用秘箭来处理过 有这种特权吗 这根本就是一个特权嘛 然后这个东西一个月 那么久 已经从这个出 国民党的初选前 拖到现在 这么久了 他还说 我自己要雇建筑师 自己评估 自己什么拆除 结果拖越拖越久嘛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从农舍这件事情看出来 他就是没有办法很老实的 跟大家讲 也不肯承认他有错误嘛 那我告诉你 这种事情 只会让这个蓝蓝蓝的人 更担心而已啦 那为什么他当时 李嘉芬就赶快 叫人家去拆那个篮球场 叫人家去拆那个大门 那为什么这个不拆啊 他这个拆了 会弄 会弄到整个建筑物的美观 他不敢这样 对啊 整个建筑物的结构跟美观 他不敢 会拆 我感觉其实 我觉得那个李嘉芬失策 嗯 他不敢再听到 他没听到的 然后我再拆一支 我说希腊神殿 对不对 没听到的 不是 如果你要做总统候选 你说实在来就是要这样做啊 就是要拆啊 对啊 那你就为了小事情 你就舍不得 然后他用特权密件 在处理你的违章建筑 这实在是让人家看不下去啊 民奉公啊 为什么拖一个月 说实在 我感觉圆寅县政府 帮一下嘛 拖到明年一月 嗯 我觉得 对吧 朋友要做我们 就要做到那个 对啊 对啊 那是帮谁的忙嘛 帮谁的忙 朋友要有情有欺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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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这么漂亮 说实在这张怪手 这样卡下去 很可惜 很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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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累了你觉得他会猜吗 呃 你忘了吗 李嘉芬那时候在连线的时候还哽咽 有没有 所以韩冰跟他说他回来一个礼拜就受不了 你为什么可以受得了 有没有 哽咽的眼泪啊 那么如果是真的 那么如果你讲的话也是真的 那么我觉得人家对不起你 结果现在证实是什么 你们说包括韩国瑜喔 一开始都说是篮球场 后来修改成篮球架 有没有 然后韩国瑜后来说 他是合法的 最后变成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依法 是要云林宪政我们依法办事嘛 今天如果你们说的是对的 你们只是买二手货 然后呢 你完全没有建造 各位全台湾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 小问一下 你们家买的联合一个建筑物 会知道你不知不觉中突然敢长胖 然后要扇高吗 不可能的事情 对 就是你放在那里 人家要给你施工 人家看得不顺眼 决定让你的建筑物变大 你也会知道吧 嗯 为什么不一样 结果事实证明 2009年他还是跟隔壁的一样 到了2013年就不一样 你说谎嘛 说谎就出来认错道歉 我感觉人家就是这样 这我们的違建 没什么了不起 我说他们全台湾 几百万豪都有違建 我问你 现在他会比较多 他会比较多 他会比较多就没等到现在 他会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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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错失一个良机 什么意思呢 你看 用踩到去去 OFBI两战脑 有点太明显了嘛 那本来没有的东西 你这种车库跟弄篮球场 人家一看就知道了 你看要把它剁掉 然后后来你门旁边的围墙 你再剁掉对吧 嗯 当时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事实上旧的邻居啦 还是这个等于说起造人 人家都知道你已经不是 你跟你本来验收的那个使用指导 都不一样了嘛 你的面临的 他还要想要等 想要拗 想要看看媒体不会那么厉害 你知道吗 所以媒体现在弄成这样 本来第一时间 地方人士就请你捐出来 给云林骨坑那么漂亮 盖得那么大 长得像别墅豪宅的农舍 对吧 你虽然是农地喔 但是如果你作为公用的话 可以专案把它 云林骨坑就OK嘛 那关下到后 那些太太都想要选择 云林骨坑 云林的 不过要隔十几年 没有没有十几年 隔好多年啦 不过 至少你不用听了 你说有你们高兴 人家跟你打发 说哎呀 你还愿意灌出来 有千几万嘛 现在如何 他连记者去拍刀用水喷啦 还会捐 那心情百度 那心情百度多大 另外 另外我补充一下啦 其实讲到这件事情有点难过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发现 包括农舍 然后呢 包括这个等于说 黄光琴的一百五十万 那个版税 其实就只有一个自形容 贪 不就为了贪吗 不是贪 那你告诉我是什么 就是贪 人因为贪 所以呢 要这个放不下 人因为贪 所以那个农舍放不下 现在流行做民调 来 六位朋友 觉得一个月内他会猜的 请举手 哎呦 你四个都对这些没出信心喔 蛤 要选择不猜 对啊 黄英哥这为什么不猜 去年侯友营 你要问他们啊 没有 我觉得 你看越人知道承认 一定要猜啦 我觉得他有点 擒民进党选战打法啦 这是什么选战打法 你违剑你要猜 什么叫民进党 因为呢 其实按照这样子 如果是一般人的农舍 很简单 会看过了嘛 他有一些征件嘛 那他这属于程序违剑嘛 因为你是跟使用执照不符 你可以补 你可以补程序 或许也不用猜 那或许是需要猜 那你就按照政府的规定 把它完成就好了 一般人是这样 但是因为他要选总统嘛 大家都会放大镜的眼光来看他嘛 那你如果说还觉得说 我是一般人 我要用一般人的程序 那一定在选战当中 被攻击得很惨 两部分 一部分可以补件 另外一部分是违剑 非猜不可 因为一部分是非猜不可 他不猜就那个 他不猜 回朗部分是一定要猜的 不猜不猜 不猜人们这么漂亮 好多 我想即便是程序为鉴 如果要选总统也应该要拆掉 矫枉才能过正嘛 你作为总统第一夫人 你即将要注入玉山官邸 那还在乎这些吗 不要在乎了吧 你得票率超过三百万多票 你就有余意的补助款 你让这个一千万 还在乎这个 拆啦拆啦拆啦 我一把就拆啦 他连板税都在乎了 怎么会不拆 趕快拆 对啊 到时候去揚名塞 他刚才那个板税都在乎了 怎么会不拆 他又说他贪 所以这个时候 就不能够短视近利 不能有富人之见 我认为他不想拆啦 如果想拆 他就不会拆篮球场了 想不想拆不是他决定 就是说一个月内 他现在有给他一个月时间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 我们就讨论一个月 我问一下 现在是七月二三 八月二三 我们再讨论 八二三炮再轰一次 你这种 你这种切香肠式的做法 还是要先擦篮球场 擦车库 然后擦围墙 擦大门 这种切香肠式的 大家看着就是 你这跟韩国医院 不是很豪迈的吗 对不对 感觉很 没有气魄的感觉 就是你这样子 其实是歹气脱棚 我觉得他再这样下 如果他一个月 这天还是这样坚持下去 富裕完抗 我真的对他觉得 会很伤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 已经不可能 大家淡忘掉的 你不要认为说 好像台湾人是健忘的 这个东西 他的东西 就在那个地方 建筑物在那个地方 可是你看到韩国瑜 他这种 我刚才说 为什么他都悲公蛇隐 他连那个国君在那边 力行 直升机 在那边演练 他都觉得 好像有人要拍他 对 这个我觉得他这样子 压力很大 他身心不会健康 就不会用那个小 就不会用那个小 人家 你看到这个程度 其实他到处都会 怀疑别人是不是跟踪他 是 怀疑别人是不是监督他 然后坐车还要换车 这个我真的觉得 对他来讲 这个韩市长 我跟你说 你现在最好的朋友 叫何友宜 新北市长何友宜 今天说 各县市的县市首长 要不要去当县市 挂名那个什么 总部主委 何友宜今天说 光挂一个虚名 对市民国家好吗 他认为做好市长的角色 一切以市政建设 为第一要务 至于是否参加 国民党27号的板桥 办的全代会 何友宜说 何友行程 还是以市政办理 这就出现了 连郭台铭也不参加了 他有分裂了 只是说 很多人你这样干嘛 为什么 板桥 板桥是新北市的 是首府所在地 重中之重 你想想看 你如果今天在金山办 你何友宜不参加 我就罢了 你在万里办 你今天在板桥办 你何友宜说 我有事不参加 说不过去 你等一下叫岳元智怎么讲 没有 我把他念完 好不好 因为记者 问韩国瑜说 问这个何友宜说 如果韩国瑜 来三顾茅庐 然后你是不是愿意 当他新北竞选总部主委 你知道何友宜多厉害 现阶段还是以市政建设为主 市民才是他最重要的主任委员 他在竞选过程 永远把市民摆第一个位置 因为只有市民知道他很努力 很愿意做事 才会给他满满的支持 他去支持任何人才会有意义 如果光他一个人挂个虚名 而且没有在做事 每天谈的都是选举 这样子对市民好吗 后面这段跟你说韩国瑜 人家至少侯友宜的脑袋是清楚的 他讲这个他会变成攻击 韩粉就会攻击他 你要站在侯友宜那边 还是站在韩国瑜那边 我是解读一下侯友宜 为什么这样 因为侯友宜他 小心韩粉 所以他连对朱远都是这样 我觉得他对韩市长这样 就刚好而已 那我觉得现在国民党 身为一个党员 既然已经提名韩国瑜了 行动上还是会支持 只是他表面上 就是他的态度上 还是摆市政第一 那郭台铭又是另外一个部分 郭台铭 郭台铭現在人家讲说 7月28号他不回来 那因为我有看郭台铭的 他的发言人 就是在媒体上面呈现 就是说他认为 郭台铭所主张的价值 跟韩市长主张的价值 有冲突 还包括说韩国瑜讲说 那时候权贵密室协商 到底权贵是谁 他们也要求韩市长 把这个讲清楚 所以我觉得整合上 比较困难 看一下韩国瑜 接受东森的访问 说针对郭台铭很在意 中天的报道 甚至几度杠上 中天集团的董事长蔡明 韩国瑜 你能不能集中协调一下 你做共青嘛 化解一下他们的纷争嘛 韩国瑜提出 一个字的绝 希望两个人 能以和为贵 韩国瑜他是不想介入的啦 对吧 他不能没有中天嘛 就是这样讲嘛 他以前还要听蔡董的 他怎么去跟蔡董瞧 要跟郭董合作 和好 这不可能的事情啊 那 那这个是今天啦 谢金河 他的脸书 他说 他在这些很多故事 他跟郭台铭的接触 然后他 对郭台铭的了解 他说他没有相信2020 郭董也没有角色了 他说他是 他是不会被击倒的人 我觉得他话中有话 那 这个是 韩国瑜 他说啊 国民党输掉总统选举 将全面瓦解 会以最大诚意 跟郭台铭沟通 来我想请教一下敏锋 你觉得郭台铭最后会如何 郭台铭其实8月初就会回来了啦 那 我想他现在要选的 心情应该还是很强啊 喔 对啊 不然他干嘛要 要发那个脸书 那现在主要 他要不要选的 主要的关键是 可不可以整合好啊 整合 整合所谓那个白色的力量 跟第三势力嘛 喔 那如果整合好了 他一定选 喔 这样子啊 他一定选啊 那你看那个国民党中央 他还跟国民党中央说 他要出国一个月 事实上那天 那其实他就是两个礼拜之后 就会回来了 所以他8月初就会回来了 那8月初回来之后 他就要马上见一些人 喔 那如果谈成那整个盘出来之后 2020的格局就变了啦 OK 所以他现在应该是 就是在进行 他要下一步的计划 那这个计划就是他 他如果不要选 他干嘛还要去跟 他以前不是很熟的人 要这样子结合 所以他现在就是打算要选 那能不能谈成 那就是一个一个 另外一个变数存在 OK好 我跟大家報告一个好消息 好 这个是我们有一位姓 乔的朋友 网友啊 他已经罗马机场碰到的情况 跟大家讲 他说 机场工作人员 看到他拿台湾的呼叫 于是呢 就指引他去走另外一条通道 没有想到 花不到三分钟就快速通关了 这个乔先生说 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 只有八卦才享有这项权利 台湾就是机场寄引 那 他说 当时他等候通关的局限 在这边局限 人满为患 摆堆摆摆摆摆摆 其中工作人员 看到他拿到台湾的呼叫 就带他去走这条线 这条线 那么 他说世界两百多个国家 只有美国 加拿大 以色列 纽西兰 澳洲 日本 南韩 跟台湾八个国家 才享有这样的权利 他说 意大利对台湾非常友善 只要你年满十四岁 持有台湾护照的公民 在达恩西机场 罗马机场 前皮诺机场 都能透过完全自动化的方式 完成通关手续 减少排队等待的时间 哇 来来来来 我们看一下 罗马战车的机场 高明说 这边的棒 我猜可以用他多少 一万吗 不止 五万吗不止 这边可以容纳十五万的观众 介绍世界上第一座竞技场 不是大家印象中的 罗马竞技场 达人来到意大利 除了名声古迹 让人印象深刻的 还有机场通关速度 因为我们是生根护照 然后也不用什么手续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那么久 可能是意大利人 他们天生比较 比较慢的感觉吧 一个半小时 我跟他们 听当年人说是算快的 有时候要更久这样 原本通关时间 连达人也抱怨 不过现在台湾 正式被纳入 意大利罗马的快速通关计划 在菲乌米奇诺机场和前皮诺机场 透过指纹和脸部辨识系统 就能快速出入境 是全球除了欧盟国之外 第八个享有磁带域的国家 就是走这一条贴黑色地标的通道 上头写着台湾的英文 电子看板上更印有台湾国旗 和其他国家并列 这是台湾游客到罗马旅游 分享当时机场 一般验证通道人多 准备要排队 工作人员看到她 拿着台湾护照 就引导她前往快速通关 不到三分钟 就顺利通关 会 我觉得会 怎么走 因为你不需要 对啊 不需要在机场花太多时间 因为比较方便 对 比其他人通关快就是爽 会 但我觉得很棒 就是台湾居然可以 遮在这八个里面 我觉得干得好 台湾人脸上常不住骄傲 旅行业也因此获得更多客源 事实上台湾护照 在世界最强护照排行榜 也很亮眼 台湾有146个免签国家 排行第30 狠甩中国的74名 拿台湾护照走路有风 好 来追看 意大利 罗马机场 美国 加拿大 南韩 澳洲 日本 纽西兰 以色列 台湾 阿明你怎么知道 人对我们这么友善 意大利几年前我去过 当时还没有 我想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措施 不过因为我前三个礼拜 刚在美国进行一个 算是半官方的交流访问 其实现在世界各国知道台湾 而且对台湾是友善的 对 国家非常多 尤其是在以欧洲 或者是以美洲为主的国家 其实都对台湾相当的友善 那当然 那是好处在我们的乎者 有挂符台湾 对 如果下面那个台湾的字 像我现在出去 如果说在可以农雪的情况下 我会把上面那个用 这个台湾护照贴纸贴掉 下面就露出台湾 这个是比较方便 因为我也曾经在这个西班牙的机场 一直被追问说 为什么你没有申请签证 然后讲了老半天 才发现说 原来他误以为我是中国 误以为我是中共的人 然后我说没有 你看我护照下面有写个台湾 那他三秒钟之间理解他 就说对不起他搞错了 就让我过去 所以 其实现在整个国际的氛围 对台湾是相当友善 虽然说 不一定能够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 但是只要一讲到说 台湾在各方面 比如说我们护照为什么这么好用 第一个被喂造率很低 第二个台湾人在国外犯罪的比率非常的低 所以台湾人在国外其实是相当被信任 对于这一点来说 其实我认为其实最大的重点 是台湾人自己要对自己有自信 不要一天到晚都要讲说 人家中共那么强 我们没有实力不要跟人家大小声 我这是出访 我们对这一条快速通关过 你如果看到那边你摆 我们不知道怎么说 不用这样 比一个这样子 就是送了 比一个这样子 微笑挥手 还有1500的人 对 我出国的时候跟人家讲到说 我们台湾其实是美国第八大的贸易伙伴 全球前25大经济体 其实很多人都很惊艳 说 我之前不知道原来台湾这么厉害 我们在国际宣传上 好像我们的实力在这里 但是我们宣传比较客气 做到这里 造成很多国人也许对自己信心都不够 那我觉得 现在开始大家慢慢建立自己的信心 走出去的时候让人家看到台湾的好 对我们很有帮助 方老师 意大利怎么对台湾那么好 对 其实意大利他跟中共有正式的邦交 对对对 所以说他做这样的动作 当然我觉得中共也会抗议的 中国也会抗议的 但是为什么他还这样做 我觉得就是证明台湾的软实力 已经凌驾于中国了 那怎么不是ROC 因为ROC可能怕它的千诚观还看不懂 以为你是来自于对岸 最近那个美国的那个移民局 就是说你如果要规划成美国籍 他要求台湾只能写台湾 还不能写ROC 还不能写台湾 然后购点ROC 他只要求你只能写台湾 所以我比较 对就是这样子 以前我记得早期去日本 还要写中国 对 现在就只是写台湾 所以这就表示说 台湾的这个实质主权 其实是让越来越被国家 特别是西方国家所认同 对 那这个会不会成为 未来欧盟很多国家 因为我们知道欧盟 现在是申根签证 对 欧盟现在是一个国家签 我们这样子已经免签了 所以我们在欧洲可以四处走 未来这个东西会不会形成 欧洲各国的一个共识 除了意大利之外 其他国家会效仿 因为他会觉得这样的确 对台湾人去欧洲旅游 更加的方便 那我们刚刚讲过 台湾的护照有什么好用 146个国家免签 中国只有74个 那这74个里面 大概很多还是非洲国家 我们去都不会去的 所以说它的实质来讲 实质非常有限 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 中国人拼命的要去香港 生小孩 我们看到为什么 拿香港护照 拿香港护照 香港护照西方队来讲 比中国护照好用 它的免签也很多 所以这就是一个 你说你国力再强 你拿着中国的中华人民国护照 你看到台湾的护照 你还是必须敬位三分 这边不是要感谢阿炳 那时时就帮我挂舞台湾 我必须要讲 当时陈雪冰当然有 大家有个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看法 但在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它当时的针对是对的 你知道当时要挂一个台湾 多少 我们知道外交部 我们外交部是很保守的 像清朝的总理各国事务 衙门一样 非常保守 当初很多外交官 退休大使说 你这样搞 未来中国会让台湾到处都碰壁 没有国家会承认的 美国也不会承认的 一个中国原则 你这个东西 就是让台湾护照更不好用 所以到今天为止 我们必须要证明 要当时如果没有折散固执的话 你今天就被中华联盟 共和合的护照混在一起 所以我必须要讲 很多的决定有的时候 是你有没有那个勇气 敢于做突破 那个突破当然过时是很艰辛的 汪汪